大家好 我是夏荣到访的那一天 刚好碰到来台官选的中国网红 王志安在录制节目 之后匪夷所思的范琪匪 接受了发广的专访 你觉得台湾的自媒体现在这么发达 政治网红这么多 跟言论自由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OK 我觉得我们网红 虽然很多 就谈政治的人也很多 但是我们好几个朋友 就是我们好几个政治网红 聚在一起的时候都在讲 其实现在公共讨论的空间 其实是越来越小 这跟言论自由的空间不大一样 但是我觉得公共讨论的品质 的确是越来越差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困难 就是就事论事这件事情 什么样的议题会让你觉得说 他讨论的空间越来越小 好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前阵子比如说像Joman 他涉入这个大麻这个议题 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有两个关键字 一个是网红的行为 一个是大麻 那以现在我觉得全世界的潮流来讲 很多国家都在讨论 大麻是不是要合法化 大麻是不是要开放 我觉得大麻这个议题 是一个大家比较重要的一个公共议题 但是在台湾的讨论 其实都是集中在讨论网红的行为 比如说Joman的道歉到底没有诚意 比如说像这样子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觉得完全就讨论这些东西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是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大麻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大家会讨论 范琪斐道歉好了 这件事情很多人不会去问 为什么要道歉 很多人问的是 范琪斐为什么做这件事 就是说对于道歉本身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 然后我们看到那则新闻 其实很多穿透媒体 在报章杂志上报道很多 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媒体 打电话来问我说 范姐请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可是他们都写了报道 但是我没有接到任何一个传统媒体 打电话来问我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